各位朋友大家好 接下來我們講比較文的第一個部分 什麼是比較文呢 我們比較人事物的相似性 就是 compare 他們的相似性 然後對照兩件事物的差異性 就是 contrast 經過這樣的比較和對照 我們可以判別這些事物的優劣 比較事物的時候 必須是相近的事物才能夠做比較 例如我們談到不同的教養方式 但是主要談的還是教養小孩 這樣才能做比較 我們在做比較的時候 先找出兩者的一同 然後選擇合適的特點來做比較 比如這裡同一個人 但是因為一個天氣不好 一個粗大太陽 所以兩個人的心情就差很多 同樣的 這同一個人 但是他碰到失敗的時候很挫折 成功的時候呢 他就歡呼 所以用這樣子 是一個相同的人 但是有不同的心情來做比較 同時在比較之後呢 我們把場排A跟場排B 來詳細比較之後呢 可以看出兩者的優劣 那我們可以選文章 要支持哪一個論點 是要贊成A呢還是B 也可以採取折中的方式 因為大部分東西 它都是優劣點 兼具的 所以我們會採取說 它的優點在哪裡 它的缺點在哪裡 如果你寫文章 是要寫這兩樣事物的相似性 你可以先指出它的差異性 如果說寫文章的時候呢 你寫的主要是寫差異性的話 那我們在一開始的時候呢 會先指出這兩樣事物的相似性 我們如何來做比較呢 有兩種不同的比較方法 一個是分點組織法 一個是區塊組織法 首先在介紹段裡面 用引言文章討論相似處 可先指出差異處 反之亦然 就是如果是講差異處的話 可以先指出相似處 阻止句呢 當然就是強調這兩者 兩個人事物之間的相似處 或者是差異處 主體段裡面 就是有兩個不同的組織法 來做比較 所謂分點組織法 就是一點一點來做比較 Point1A和B比較 Point2A和B比較 Point3A和B比較 或者是區塊組織法 我們在一整個段落裡面 講A的第一點 第二點第三點 在第二段裡面呢 講B的第一點第二點第三點 但是在講的時候呢 盡量能夠按照相同的順序 所以這樣子的話 讀者可以很輕易看出來 兩者之間的差異 結論的時候 就回應到阻止句 好 我們來看一個介紹段 應該要怎麼寫 在引言的時候呢 因為這一篇 它是講差異 所以我們先介紹 朋友的共同點 他們對我們很重要 而且影響深遠 所以用這個方式來 先提出引言 先引導讀者 進入這篇文章 然後呢 再來定義 好朋友 跟壞朋友 是什麼樣的情形 最後呢 提出來說 他有兩位朋友 截然不同 所以就是預告 後面的主題段裡面呢 他要介紹這兩位 完全不同的朋友 好 我們來看文字 Friends are very important in our lives and their influence can go very deep 先講出朋友的相似點 他們在我們的一生裡面 都很重要 而且他們的影響 會很深遠 接下來呢 就要講到 好朋友跟壞朋友的 不同的地方 Good ones can keep us company and help us deal with stress and other problems 好朋友可以陪伴我們 幫助我們應付壓力 跟一些困難 but bad ones can have the opposite effect 不好的 就是有反面的效果 I've definitely had some of both 我兩組都碰過 接下來我們就要看他的主子句 two of them stand out 有兩個朋友 很突出 跟別人都不一樣 and they are as different as night and day 他們非常不一樣 就像日夜那樣不同 好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主題段要怎麼寫了 就是他利用區塊組織法來說明對象A 所以他一點一點的說明 先說明如何認識 然後兩人為何投緣 相處的情況 幫忙準備數學考試 point one point two point three point four 然後呢說明真正朋友的含義 在這裡我用不同的顏色對比出來 說明如何認識的 如何投緣 相處的情況 幫忙準備數學考試 然後說明朋友的含義 我們來分一段一段來看這個文字 我們來分一段一段來看這個文字 one is Lisa 這是他的這個朋友 when I was in grade one our teacher told me to sit next to her 用這個方式認得的 在小學一年級 老師叫我坐在他旁邊 having a lot of things in common we soon hit it off 因為我們很多事情相同 所以我們很快就很投緣 就相處得很愉快 as I was an only child she became like a sister to me we could share all our secrets 我是讀生女 她就像我的姐妹一樣 我們可以分享所有的秘密 就是他們相處的情形 one time I failed a math test and felt depressed 數學考試不及格 然後感覺到很沮喪 after that she helped me study and prepare for the next test 之後呢她就幫助我讀書 準備下一次的考試 she was pleased when my grade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她很高興當我的成績 大幅度的進步 she taught me that true friends are those who are still there for us when we are at our worst 她教導我真正的朋友呢 是那些即便我們在最糟糕的時候 這些朋友還會在我們身邊 Lisa is a true friend and I always feel comfortable around her 最後總結 Lisa她是一個真正的朋友 而且我在她身邊總覺得很自在 接下來我們來看 主體段第二段 也是一樣 利用區塊組織法說明對象 B另外一個朋友 那一樣的也是用 主點說明 如何認得 這是point1 point2 為何受吸引 point3 相處的情形 point4 一起做班級計畫 記得這兩段 比較的段落裡面 它的point一定是按照相同的順序來寫的 這樣讀者比較容易做比較 那最後呢 結論的時候 說明惡讀朋友的影響 在這裡我也是用不同的顏色 畫出來它的不同的要點 point1234 好我們來看文字 The other is Sarah whom I met in senior high school 高中認得的 Though we had practically nothing in common I was intrigued by her witty but insulting way of speaking 雖然我們兩個幾乎是沒有什麼相同的地方 但是我會被她吸引 為什麼呢 因為她風趣 但是無理的這種說話方式很吸引我 I soon found that she was temperamental One minute she could be nice and friendly But the next minute she could be exploding 我很快就發現她是喜露無常 前一分鐘她還很善良很友好的樣子 但是下一分鐘呢她就開始大發雷霆 這是相處的情況 One day we were assigned to work together for a class project 有一天我們被子派要去做一個班級專題作業 She didn't want to be bothered with any of the work But in the end she claimed that she had done all of it 她不屑也懶於參加我們所有的這些工作 但是呢在最後她聲稱所有的工作都有做 I learned from Sarah that toxic friends take advantage of us to get what they want I thus began to stay away from her afterward 我從Sarah那邊學到 惡毒的朋友呢會利用我們得到他們所想要的東西 我因此呢開始遠離她 最後我們回到結論段 結論段怎麼寫呢 她要回應主子句 兩種朋友都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記得在主子句裡面我們講過說 朋友對我們的一生很重要 而且他們的影響非常深遠 所以這裡呢回應主子句說 兩種朋友對我們有很大的影響 同時呢也勸告大家應該慎選朋友 提出一個警告 好我們來看一下文字 These two friends taught me that both good friends and bad friends can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our lives 這兩種朋友呢教導我 不管是好朋友或者壞朋友 對對我們的一生有很重大的影響 Choosing the right ones can be a blessing while doing the opposite can be a real curse 選對了朋友的話是一個大福氣 但是如果說你做了相反的事的話 就是受到詛咒 Therefore we should choose our friends carefully 因此我們就應該要慎選朋友 剛剛我們看完了比較朋友的這篇文章 他利用區塊比較法 把兩個朋友好朋友壞朋友做了詳細的比較 同時最後做了一個結論 同學們以後寫類似的這種比較文的話 就可以採用這樣子的模式來書寫 好我們對於比較文的第一部分的介紹就到這裡結束 欸欸欸都看到這裡了 還不掃描QR Code 或點擊下方資訊欄連結 加入龍騰高中生 以獲取更多生學相關資訊喔